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那时候学的就是说心理执商是做治疗关系的 所以关系是非常重要 你讲到说幸福 幸福其实你一定要有好的一个关系 很多人他可能很成功 事业很成功 但是他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好的健康的时候 他都不会觉得他是幸福的 身心的健康都算 身心再加上灵的一个 我们常提到身心灵 对不对 可是大家比较知道是身体心理灵 其实是不晓得 那我觉得说给我们的孩子 给我们的下一代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他们的世界 他们进到这个世界里面 第一个感受到就是父母亲 所以与其就说他要受什么样的一个教育 比较多的要去思考 就是说我要给我的孩子什么 那我觉得说他第一个一定要感受到 就是你对他的爱 很多事情就是说 你可能帮助他很成功 你帮助他有成就 你帮助他可能有一些的学习 有一些的才艺 但是常常做儿女的 他感觉到最深的是 你对他的最直接的 最赤裸裸的那个爱 第一我的问题 什么是爱 第二怎么样表达 是 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 你爱他你就不要管他 可是我们的价值观是认为 是完全相反的 你越爱他你越要管教他 如何的管教 对啊 人家就讲说 打是其骂是爱 恨也不成康 一定要这个好好地打一打 那这样是爱吗 其实不是以打来做那个 我们所谓的管教是 你要给孩子清楚的一个界限 界限英文是boundary 你到像我们先去大峡谷的时候 我们到那个悬崖去看那个景色的时候 其实你都需要有栏杆的 栏杆其实带给人有安全感的 所以我常跟人家讲说 你要有清楚的界限 做父母亲的一定要一致 在你的言行举止 跟他怎么互动 这都是他感受到爱的方式 爱不是只是说 I love you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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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对对对 不是不是 当然这方面也是重要 就是说你的 不是只有啦 对 就说它是全面的 它不是单一的 那我们比较多 比较习惯按照我们原生家庭的方式 来对待我们的下一代 因为我们就这样长大的 所以我就很如实的这样 是 那你不多加思考 你认为就说 我就是这样长大 所以我就是这样对待 对不对 我家是补习长大的 我的孩子就补习 我家是放牛吃草 我也是读台大 所以孩子你不用补习 也不用读 就是我们不大思考 就说什么才是对孩子 是最好的 对 所以你的前提 讲话前提是不是说 你要看这孩子 是什么样的资质 什么样的特性 什么样的性格 然后针对他 给他需要的 那我只是说 我们在过生活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没有去思考 这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对 我们只是根据就说 反正我有什么 或者是我直觉的反应 应该是什么 我就这样做的 所以夫妻常常吵得很凶 都是在教养孩子 对 教养孩子是吵得 是数一数二的凶的 其中一个就是 他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人这个样子 你怎么会这样子 恶待我们的孩子 其实不是 他的家庭 原生家庭这样是好好的 对对对 只是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的冲突 是这样子造成的 因为两个夫妻两个人 是来自于不同的 教养的背景嘛 所以对孩子的观察 也不一样 大家这变得是 真的是会产生 两套完全不同的都可能 所以管教呢 我不是说打骂 管教它是给他 清楚的一个界限 了解 界定跟范围 让他觉得有安全感 对 因为孩子要成长 他一定要感觉到安全 我很难跟你强调 就是说安全感的 一个重要性 如果他常常总是慌张 因为他不晓得说 同样一件事情 你今天突然生气了 你昨天还好好的 你今天突然生气 他无所适从的时候 对 他心里面呢 他没有办法平稳 他不会觉得安全 他不觉得安全的话 他就觉得不安全 所以给爱之前 我刚刚总结一下 黄牧师 心理资商师的做法 第一个就是 一定要先了解 孩子需要什么 他的个性 第二个就是自我 父母亲自己 也要了解自己吧 是 那因为我们很多的问题 就带给我们下一代嘛 所以我在讲那边 管教跟爱的同时进行 管教它比较是 内在的一个界定 那爱是一种的 expression 我怎么跟你表达 表达包括就是说 包括我的情绪 因为很多时候 对很多的这个 华人的父母亲 要表达 我对你的爱 或者是我软弱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 关系的一个亲密度 是在于你愿意 多对你自己的软弱 的那个透明度 是有关系的 是这样子吗 你表现你的软弱 你的孩子 反而会更尊重你吗 所以英文是说这样子 vulnerability vulnerable 它其实会 build intimacy 所以亲密感的建立是在于 就是说 我最近遇到一个父亲 他遇到非常困难的事情 打死都不愿意给他孩子 给他的女儿知道 我说 我说 我说兄弟啊 你要给他知道 他说不要啊 孩子还这么小 我们为什么要让他承担这一些事情 他可能生病了 而且是我个人的问题 他家人 家里面有人生病 我就说 No 你要试着去分享 你知道他就是 他分享的过程 因为他vulnerable 因为很多事情是在他的能力范围 所以他会哭啊 他基本上崩溃 而且他女儿超过他的年龄 居然过来安慰他的父亲 抱他的时候 你知道那一刹那 他崩溃 就崩溃得更厉害 哭得更厉害 他没有想过 就是说 他遇到这一切的困难里面 他的女儿居然可以来安慰他 所以其实 其实爱的表现 不是只是说 我是强者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是说 让你的小孩子 也觉得这是可以分担的 你是有弱点 这是一个family的 一个家人的 一个共同所要面临的难题 可以大家一起来面对承担 彼此都有责任的 而且父母亲会犯错的 对不对 你犯错 其实我们常教父母亲就是 你要勇于认错 万一犯错的时候 不要 一定要就是 就是好像要 要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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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撑个那个 好像这个脸皮很 不好意思放下来 而且转嫁责任 对对对 是你造成的 建小灯熟期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如果不是你这样子的话 你爸爸怎么会这样子生气 所以这样是错误的 这样就会带来一个 后面的循环吗 其实只是说 你愿意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说把你的这个软弱的点 愿意透明化 甚至表达就说 你知道刚才我失控 承认自己的弱点 承认自己 对 有错误这个事情 他反而会尊重你 他讲说 这个 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刚才本来要问一个问题 你有来得及问的 就是说 为什么明明爸爸 很多爸妈都很爱小孩 但是小孩觉得很受伤 或者觉得 你没有这么的重视我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